瑞穗乡瑞港公路18号凌晨发生了 贪方落实阻断进出交通的事件 当时有两名瑞穗国中学生 无法前往学校参加期末的断考 担心不已 乡长陈静光获知之后 是结合了齐美村长蒋国雄 和齐美派出所的远景通力合作 等待抢修单线通行的时候 临时征用乡长坐车 随时将两位同学再送到学校来赶考 校方也维护学生的权益 当天准语补考 18号的凌晨 瑞港公路发生贪方落实 沙土巨石阻断了齐美村的进出交通 乡公所获报后 调派重行接触道场抢修 乡长陈静光更是同步道场关切抢修情形 当时也正值上课上班的时间 除了命中 有两名瑞瑞国中的学生 也因此卡在半路中进退两难不说 由于正值学校期末考 现在无法到校 两人是担忧不已 齐美村长蒋国雄即刻和乡长 陈静光联系 并向齐美派出所请求支援 三方通力合作 等抢修单线通行时 临时征用了乡长坐车 火速将两位学生载手到校 其实昨天县长一直在随时在联系 而且我们跟村长也保持良好的互动跟学校 那有几位学生因为没有办法通车 所以在学校在家里待命 那经过我们村长的集合 还有我们的副所长的接送 然后到工程地一通以后 我们工所就由我的坐车 由机要来载到学校去上课 来达成我们现场的要求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为民服务的一个工作 虽然耽误了一两堂课 但是校方也通融嘴语补考 润港公路因地质定型的因素 逢与弊断 夏公所也在2019年 争取获得中央三亿两千万元经费 驿注进行道路线行 宽度以及一崩塌路面的改善工程 而18号凌晨 大雨造成了道路摊坊落实 经过校公所三个小时抢修后 目前已经全面恢复双弦通行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